大半夜的什麼事 鬧到連警察局侦察隊隊長都親自出馬 連續喊了好幾聲解散 請解散 原來是有黑衣人聚集 說是要替老大出氣 下去警方提高警覺 就怕一個擦槍走火鬧大了 整群黑衣人總算聽進去 好好配合 離開現場 整體糾紛情因居然是鄰居 開啪太大聲 鬧到小弟 警察都到場 最後雙雙都進到派出所製作筆錄 事情發生在12月31號凌晨一點多 台北市北投一處社區 一名退隱江湖的竹聯邦李姓大哥 廉假期間和太太在家休息 但樓上聲音大到干擾他人 夫妻倆上樓勸說希望能夠小聲一點點 但疑似因為韓國籍的鄰居 與兩人語言不同 溝通有誤 居然動手攻擊 拍臉傷人 李姓大哥氣不過找來小弟要對方好好談 但一叫叫了十幾名小弟 警方慌望趕來取禮 一名英國籍及兩名韓國籍人士 車夜開啪 聲音讓人不得安寧 李姓因有疾病需要安靜休養 但外國人實在吵得受不了 李明志浩宇抱病妻子上樓提醒 因雙方語言不通產生誤會 進而互相推擠拉扯 開啪聲音太大 讓鄰居間鬧到死破臉 李姓大哥的妻子被斬果決定告傷害 另外一邊韓籍女子也聲稱 遭整群小弟叫嚇壞了 要提告恐嚇 明明退一步 彼此相安無事 這下互相暴衝突 快樂的新年假期全走樣